先來問一下我們這個怡姐 正宜是我們80年代的 民歌天后 當時代表作樂琴 到現在還是經典中的經典 還有一首 小雨來的正是時候 這首歌是金曲旁旁 成年十三週的冠軍 那時候的作曲跟製作人 現在都赫赫有名 對 他們完全是新人 像小從事 他的處女座發表 就是小雨來正時候 李宗盛當時製作 小雨來正時候 是他第一張製作的專輯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一切來的正是時候 聽說那一陣子 大家在唱歌的時候 普遍好幾個禮拜 都是在下雨 下了三個月 下了三個月 對 女雨神 我告訴你 我在2018年的時候 回台灣的時候 辦的第一場 我的演唱會的時候 當天從下午 就是一直是 輕盆暴雨 你知道嗎 從天上倒水下來 淹到我們那個 Legacy的現場在搖水 然後所有的人是 光腳踩在水裡面進場 就是威力也很可怕這樣 所以這首歌滿有魔力的 對 然後我們今天 不知道有沒有榮幸 可以請這個正義姐 在我們現場 為大家來唱一首 我們也非常懷念的 代表作 樂琴 樂琴這首歌的經典之處 就在他的第一句 當時其實他的歌 寫出來的時候 是正常的 是我自己製作主張說 蘇萊你可以把最後一句 拉到第一句去變輕唱 於是他就變成了一個 經典的唱法 到現在都不能變 然後四十年都沒有降Key 樂琴 就是他完全不能變 他的感覺就是 必須是維持他那個 經典的程度 現場可以唱幾句 那今天就來唱 那個第一句好不好 Em 原音原唱重現耶 完全沒變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因為現場這個唱十例的耶 今天還沒看過 你當年其實唱歌 就紅遍大街小巷 但是你一直在不斷的 創新突破 後來去做這個廣播節目 對 滿特別的 我大概在出專輯 一直到小雨來正的時候 後來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想飛 心情 對 然後到天堂 那個時候就是 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 我就結婚了 天堂的專輯 就是我的結婚照 然後我就想覺得說 當時好像人生 走到另外一個階段 已經到天堂了 已經到天堂 走到了天堂 然後我正好也開始 主持廣播節目 我就覺得說 我的人生好像可以 做一些改變 我依然可以在音樂界 繼續從事音樂的工作 但是我不見得自己要唱 所以我就變成了一個橋樑 跟韋帆就變成同行了 去主持廣播節目 也做了十四年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有先做了星座 我做了星星王子單元 是談星座 當時是台灣 那時候星星王子 就開始很紅 在講星座 星星王子就是從 我的節目出來的 它本來是我們唱片公司的 錄音工程 它本業是錄音工程 對 它本業錄音工程 它還上台去領過金曲獎 然後就是 它常常在跟我們聊天 說在講星座 說你怎麼會講 那我來開個單元好了 好啊 那就開始開單元 結果沒想到 一做就停不下來了 那我做星座的單元 等於是全台灣的媒體裡面 第一個做星座的節目 改變了她的人生 改變很多人 改變很多事情 然後譬如說像哈琳當時 她也是剛出道 沒有多久的歌手 然後我覺得每次 請她來上節目的時候 就很好笑 我們兩個講到那個 整個笑翻天 我那時候請她來 做一個瞎掰時間 也是非常受歡迎 還有就是在網路 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現在那麼多的 方便的那個 我開始是用我的 帶著手提電腦到電台去 然後接一條很長很長的電話線 接到外面去 然後我們就等於同時上網 就好像現在的直播 但是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二十五年前 等於大家有聊天室 大家都可以進來一起討論 除了你現場來賓之外 也可以各方進來 Call in什麼這樣 有Call in 有Call out 然後還有現場聊天室 還要回答 還要一邊做節目 一邊還有打字 還打字 這二十五年前 怎麼跟我們最近做的事情 也滿像的 跟二十五年前 我就在做這件事 所以真的很前衛 就是我喜歡一些 新鮮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一成不變的生活 讓我覺得很無聊 所以一唱歌就紅了 出廣播節目 又叫好叫做 這麼有趣 那什麼原因 會讓你甘心放下 這一切的成就 其實我都沒有覺得 它們是成就 我覺得都是每一個階段 你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的人生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既然你要去做 你就要認真做 你不能說我來玩票 後來就是不想跟家人分開了吧 那時候家裡的老公 帶小孩移民了 然後去加拿大 對 所以你剛才講的是成就 我不覺得它們是成就 是在每個階段裡面 你主要進行的工作 所以我去加拿大的時候 其實我的工作就變成 我要去相夫教子這件事情 所以你每個階段都是樂在其中 做你現在最想做 跟覺得最值得的事情 對 你必須要全心投入 你不能夠說我是被逼的 那你一定會過得很不快樂 那我覺得很棒 因為他很懂得捨得 一般人就是我做得這麼好 要放下 重新再開始 但是你好幾次都是這樣 你去加拿大之後也很有趣 你開麵包店 對 麵包店跟唱歌 廣播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我老公很愛做生意 等一下我會講到說 回台灣又再開店 就是我們移民到加拿大之後 就覺得說我們的生活 也不能夠就每天這樣 坐吃三空 你總是要有一個生活的寄託 於是我老公就說 我們有兩個小孩 然後你去學校當義工媽媽 我真的是那種爛破英文 就跑被大家逼著 去做義工媽媽 然後可是我覺得 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的英文就突飛猛進 因為你每天逼著自己要去講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我們開個店吧 開什麼店呢 就正好有朋友就說 有一個店要頂出來 就是一個麵包店 也沒做過麵包 沒在外面上過一天的班 也不會打收銀機 也不會服務客人 我到底怎麼做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店裡面 看起來有模有樣 你看 我們的店是開在一個回教區 上面有賣這種 回教人吃的餅 很大很大的餅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當時 就是去適應去學習 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你每天要用英文跟人家講話 然後你必須要去跟 我們的店裡面的服務的小姐 全部都是回教徒 我要去了解 回教人吃的東西是什麼 怎麼跟他們溝通 怎麼說服他們 所以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還要當一個媽媽 我必須要接送小孩 去學鋼琴的 去什麼上這個上那個的 然後就 其實這樣一路走來 我也走了十五年 你隨便做個事情 都是十幾年 就十幾年起跳 麵包店也開十五年 十五年 對 聽說開麵包店 開到罵人的英文 變得很流利 對 就是 為什麼 最厲害的就是罵人 吵架 不是罵人 我不敢講說罵人 因為有時候 真會碰到奧客 你碰到奧客的時候怎麼辦 對 那你只能把自己的英文練好 想盡辦法吵贏 然後跟他講說 拿到我的店 講得很順 很順很順很順 對 那你後來回到台灣之後 繼續當老闆娘 在這個店換了 你現在是做水餃店 對 就是我在包水餃 那其實我跟妳 店裡的水餃不是我包的 是這位女士包的 因為我包的時候 我老公有那個罵 說你包水餃太難看 一定要拿出來賣 你有沒有那個藕包 因為畢竟是台灣的環境 很多人都會認得你 昨天早上還有一篇人物誌 有在網路上面 投出來 是一個我的好朋友 他寫的 他就說我是那種 他第一次到店裡面 來跟我買水餃的時候 他很意外 我就是素顏 然後拿著菜單 再點菜算錢 就跟那個鄰居大媽 沒兩張 他的形容是這樣 所以我在店裡面的時候 完全就是一個素人 你看到我的時候 就是穿著圍裙 然後拿著點菜單 端盤子 收盤子 擦桌子 我就是過那樣的生活 妳一直來都這樣子嗎 還是妳心情有轉變 我就以前一開始 那時候很紅的時候 如果叫妳做一樣的事情 應該是會有一些 年輕的時候有藕包 對 可是年紀大了 不會有藕包這件事了 請問妳 妳的人生還剩下多少 還剩下多少年 妳嗎 很長啊 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但是已經少了好幾十年 對不對 這個時候妳就會想說 我還在那邊撿藕包幹什麼 我應該要趕快即時行樂 然後能夠去體會 生活裡面很多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不下樓梯 我永遠都站在 很高很高的地方 當天后的話 我很多事情是享受不到的 對 譬如說我可以自在地去逛街 去吃小吃 跟朋友去看演唱會 我覺得我必須要去過 這樣子快樂的生活 我的人生才會高興 對 所以歲月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讓我們開始提醒我們要做 真的想做的事情 然後很接地氣 每天很腳踏實地 快樂的過妳想過的日子 我想問一下韋凡哥 妳也認識這個 正義姐也很久了 對 妳覺得她這種牡羊座的性格 最大亮點是什麼 我覺得她把她的人生 每一個階段都畫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很多人 會留在原來的那個階段 就是我過去曾經有一段 最輝煌的階段 換個工作都很難啊 對 然後就一直 就一直過不去那個坎 妳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覺得正義給所有 不管任何年紀的朋友 一個最好的示範就是說 我人生開始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好好的繼續 經營我那一個階段 你不要一直想著 當年有多麼的美好 當年的美好都已經過去了 對 那我覺得跨過那個馬卡 好好的去經營這個階段 所以我看到她 因為她是一個很釋放她自己的 她到了加拿大 然後我們可以吃到 那個很好吃的麵包 和她的那個珍珠奶茶 對 我也有賣珍珠奶茶 對不對 所以她每一次 在她的人生不同的階段裡面 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示範 就是我好好的過我這一段生活 她回到台灣 又換了另外一個角色 她就好好的去享受 做一個水餃媽的角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即便她演電影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共僱 因為我到了電影院 去看她演的電影 因為我的好朋友跟我講說 她拍了一個電影 我就去看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又不好意思打電話給她 然後可是她還是很享受說 你中間沒有睡著嗎 沒有 然後我就 我就不好意思問她 可是正義還是很高興 跟我分享說 我反正你知道我拍電影了 可是我不好意思講下面的話 是真的 可是你知道就是 她享受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是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都應該要好好的效法 包括我在內 我覺得這點好棒 活在當下 人生像一本書啦 就是翻頁就翻頁了 期待下一個章節更精彩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